七杯茶 都说人生有五味 酸甜苦辣咸 可是又有多少人知道 每个人都有七杯茶 当你尝完第七杯 也许一切都会明白 直到有一天 一位路边行起的人 为了学一门手艺混口饭吃 而到了茶庄学习做茶 这行起之人还真有些天赋 没出几日 基本的炒茶技术都学会了 这时周家老爷 就把他一人叫到房中 传授七杯茶的诀窍 否则就赶他走 行起之人听明白后 这七杯茶的制作工序 竟然如此的残忍血性 但是为了生计 他还是勉强的答应 半月后 便是老爷检查之时 行起之人便装外出寻找材料 先说这行起之人 他自语为临终人 他一直逢人说 自己是怀才不遇之人 但是又有谁相信一个行起之人的话 临终人在行程中很犯难 因为七杯茶的原料 是要集杯之人的眼泪 怨恨之人的鲜血 喜悦之人的眼睛 最为难的是要一个最无助人的心脏 他在途中一直考虑 想趁此机会逃走 可是他转念一想 他走了还是会有其他人 被那残忍的庄主逼迫的 于是他到了限定的日期 回到了周家庄 对周大老爷说 材料已备齐可以制作了 其实只有他自己知道 他什么也没有准备 临终人把自己 关在一个炒茶的房间 开始想办法 他知道一般的方法 是根本瞒不过老爷的 他下了狠心 他准备好了 基本的茶叶和杯子 开始蹲在灶台边了 他想 我一个学父舞车的人 却被陷害 说考场舞弊 被判了罪 成了刑企之人 如今为了生计 又要做伤天害理之事 于是便哭了起来 他拿起一个杯子 收集了自己的眼泪 之后他又想 这样的人生 对他太不公平 从来就没有让他实现过自己的愿望 他恨这个世道 恨这个世道的不公 恨人心的不公 他拿起一把刀 在自己的手臂上 画了一道口子 鲜血流了下来 他又拿另一个杯子接着 顾不着止血 他又想 只要我完成 我完成制查工序 就可以让其他无辜的人 免于灾难 想着 他笑了 他一咬牙 拿起刀子 弯下自己的双眼 凭着一丝感觉 他用一个杯子接着 最后 他想 我没了眼睛 逃不出去了 于是干脆狠下心 无助地拿起刀 把自己的心掏了出来 放在最后一个杯子中 奇怪的是 他没有死 他和往常一样 把所有的材料 放在一起 按照周老爷说的 慢慢炒着茶 过了一会儿 茶炒好了 香味四溢 他和往常一样 准备试茶 他冲泡好七杯 开始一杯一杯地 慢慢品尝 第一杯茶 他看见自己刚出生 一位道士就说 此人必有大难 但只要有向善之心 难后必有大福 第二杯茶 他看见自己童年的他 四书五经皆通 村里人都夸他 定能成大业 第三杯茶 他看见少年的自己 背井离乡 四处求学 学富舞蹈 第四杯茶 他看见自己进京赶考 写好的一篇文章 被主考官点名表扬 第五杯茶 他看见自己 被一个同考的 富家子弟网告舞弊 判了大罪 颠沛流离 到了一个乡镇 乞讨为生 第六杯茶 他发现自己被逼无奈 只做血腥的七杯茶 却不忍伤人 讨自己的心肺 横死茶庄 当他喝下第七杯时 发现周围 一切都亮堂了起来 金碧辉煌 他掐了自己一下 发现会痛 这时一个太监进来说 状元郎身体可否安好 刚才您突然晕倒在大殿上 想必是劳累过度了吧 这临终人才发现 原来刚刚是场梦 可是 为什么感觉真实的经历过呢 他又想不起来 这时 他整理衣裳 准备面见圣上 忽然 一队人马冲了进来 说道 状元郎 有人告你考场舞弊 请跟我等人 到大殿听判 没有人知道 这是一场结束的梦 还是一场梦的开始 但是有一点不变 人不可贪 不可饿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感谢观看